DXC 2021 ICT-PP1A MC 第3询题 这也是一半考生答对 这也是一题典型的 typical algorithm 问 output 的问题 也是用那个典型的方法 就是画一个 dry run table 去追踪每一个 variables 那些 values 的变化 我们顺序了 X Y H 这样 首先 X 是 6 然后 Y 是 4 然后 H 是 2 好 接着这个 Wow Loop Loop Body 就是红线这里 Wow H 大个 0 即as long as 这个条件是 true 那你就要 loop 的了 就要做 里面这些东西 H 是 2 2 大个 0 是 true 所以我们就要做 好 X 加 Y 加 X 即是 6 加 4 是 10 10 加回 X 所以 X 是 10 接着 X 加 Y 加 Y 10 加 4 就是 6 6 加回 Y 所以 Y 变成 6 接着 X 加 Y 加 X 加 X 搞来搞去 搞来搞去 其实你看到这个客观效果 本来是 X Y 是 6 4 做完这三行 X Y 变成 4 6 其实就是 swap Inner change 它的 values 所以其实客观效果 就是 swap X Y 所以可以省略 一些加减的动作 然后 X 加 1 接着 X 加 1 再加 H 加 1 所以 X 加 1 变成 1 那 X 还是 1 1 大个 0 还是 true true 你就要再对待 X Y 一次 再对待它 6 4 接着 H 又要再加 1 1 加 1 变成 0 好 现在 H 是 0 0 大个 0 0 大个 0 咦 这里是 force false false 就不用再 loop 所以就 swap Y Y 最后就是 4 所以答案就是 C for Cat